我們有關外交跟貿易的相關的機密 我想這個對於任何期望 當立法委員的候選人 這都是相當不適任 典名國民黨立委参選人 徐曉星隨意洩漏國家機密文件 而這似乎不太適合選立委 徐曉星中三拿出預定 2026年才能解密的政府內部文件 強調2022年4月 小美琴參與了會議中 就已經知道開放美豬以及福食 也無法讓台灣加入印太經濟框架首輪談判 過去他們不斷大內宣 台美關係史上最好 甚至台灣人萊豬都吃了 核食都吃了 但是IPEF相關的貿易架構 我們仍然進不去 而如今民進黨政府當然就開始追打 有沒有所謂泄密的問題 那徐曉星的眼前似乎只有個人的政治前途 而非國家的整體外交或者是貿易利益 另外一邊則是持續散布對於台美合作不實以及錯誤的資訊 這些作為只會加深國際社會對於國民黨的疑慮 賴清德晉總發言人趙宇翔痛批國民黨 但其實蕭美琴前一天服選北市立委參選人吳佩義 就強調想加入IPEF沒這麼容易 想加入可不是只有美國說了算 許曉星對手許淑華也緊抓機會同聲譴責 台美關係史上最佳消滅情的表現民眾都看在眼裡 但因為選戰卻成了對手共濟的目標 這個部分先來請教紅鹿委員 許曉星他現在要做立委 他就公開了這樣子的機密文件 醫藥是真的動算做立委 可以看得到更多機密文件 那還得了呢 委員 其實我對看這一件事情 我個人覺得越想越可怕 你說我們來 我們從這個回顧一下 馬文君洩漏國防要造潛艦的機密 給其他的國家給中共 洩漏是什麼 潛水艇國防的機密 委員你不是給中國 他是給韓國 韓國也可以給中國 對不對 我的意思說 馬文君洩漏的是國防的機密 再來現在許曉星洩漏的這個是台灣對外的經濟貿易一個重要的一個機密文件 我必須要先說你的任何的機密文件還沒有到解密的時候如果被公佈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第一個如果公務人員洩漏的話公務人員是要負責任的對不對 那你許曉星你從哪裡拿到這個我們先不說內容 我們要先說一個機密的文件你為什麼拿得到你為什麼可以拿到這個 我覺得你必須要這個也要跟大家交代清楚這是第一點 那再來他所爆料的這個內容我個人覺得邏輯有點不同 他說我們開放的萊豬然後沒有加入IPEF 其實這個我覺得開放萊豬是我們要參與國際社會參與多邊架構的其中的一環 他不等於說你開放萊豬你就一定可以保證加入IPEF跟CPTPP 這個是我必須要這樣講的但如果沒有開放 美國這一關你就過不了了 我們臺美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我們也都在也都在做 然後今年的六月其實也有簽了第一部分六項協議 其實你要看美國是怎麼在幫助我們的 美國就希望透過臺灣可以有一部分慢慢慢慢的跨出去這個自由貿易 然後呢有美國跟臺灣我們這個這個臺美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 我們已經簽了做一個範例給其他的國家看 那大家很可能比較忘了有一個我們臺灣跟加拿大 在十月二十四號我們已經也簽了投資促進保障協議 這都是什麼咧美國他跟臺灣我們臺美二十一世紀貿易 我們這樣倡議臺灣跟美國做給其他的國家看 我們接下來也要跟英國要跟其他國家 我們這樣美國是跟臺灣大家有一個默契的共識 這樣慢慢的來那全世界會看 你臺灣跟美國可以簽嗎 你臺灣跟美國所有的規範都在這裡臺灣跟美國都可以接受 那其他的國家就主力就會小很多了 我們走的是這一個路對不對 那你說這個IPEF跟CPTPP這個都牽扯到好幾個國家 不是只有美國說的算 那我們是這樣一步一步慢慢的走來 那一步一步慢慢的走來 許巧欣他爆料的這個內容其實沒有錯 他是想說我們確實是還有重重的困難要來做 你有重重的困難不代表百分之百沒有 我必須要再講有重重的困難不代表百分之百沒有 也不是像你說的開放萊豬就是百分之百 可以加入這些國際組織 因為為什麼中共從頭到尾都在反對臺灣加入這些組織 他不去罵中共 罵罵罵罵罵 對 這就是我們要說的 他根本就是在唱衰臺灣 那我說剛剛為什麼可怕就是這個部分 臺灣就是有像許巧欣這樣子的人 馬文鈞當立委出把國防機密外洩 許巧欣還沒有當立委你洩漏了經濟貿易的 這一個機密洩漏給全世界那你求得的是什麼 我不認為只有你許巧欣的好處 你求的是整個國民黨的好處 你也是對侯友宜的選戰 你想要替他幫忙 你求的是這個 國民黨讓我們覺得可怕的是在這裡 好 這兩個一個國防一個經濟貿易 再來大家想看看大家要記得嗎 國民黨的總統好酸林說要開放 陸生來臺灣念書 開放陸生來臺灣念書之後呢 希望陸生可以在臺灣工作 做工作也可以 你看看 外交 國防 經貿 連內政 國民黨你看這個環環相扣耶 我認為許巧欣這個 你也只是一個打手而已 然後你環環相扣 你給他看喔 他中國的大學畢業生 失業率 大家再說啦 那個帳面上的雖然他蓋牌了 還沒蓋牌前是兩成多 他們說實際上已經超過五成了 我跟你講 你也不要管中國大陸的遊學生 有幾千萬人畢業 不干我們的事 他只要每年開放一百萬人來臺灣 臺灣是要怎麼辦 臺灣就什麼都不用了啊 攀開手了料 不僅攀開手了料 我們臺灣人沒頭路以外 這些人可以來臺灣的中國大學生 你覺得不用中共審核 他可以每個人自由來嗎 這裡面有多少會有間諜 有多少是職業學生 有多少是來這邊 我用低薪 故意來拖垮臺灣的經濟 國民黨這樣一連串的 整盤旗下下來 其實就是只有一個 國際上要讓全世界人認為 臺灣是個不可信任的國家 因為我們自己人一直爆料 他很難信任 另外把臺灣本身的內政 跟本身的經濟拖垮 那你只能向中國靠 這就是中國 國民黨的一個算盤 嗯 許曉鑫喔 其實發出這些資料 說真的話都好得上 其實中國聽到 應該是最開心了 可是佳琳 大家都知道啊 中國在國際的這個領域上 是處處打壓我們臺灣 那蕭美琴在美國這樣 四處奔破 結果現在換得一個什麼 美國寵物貓這樣子的這個綽號 許曉鑫這樣和呢 我是認為說 許曉鑫可能選情也蠻高級的 因為又加上他最近那個被檢調查 在調查說有會選的遺運 我認為他拋出這個議題 他是很不服氣啦 他想轉移焦點 他想轉移焦點 讓大家不要再把那個重心 放在他會選的遺運上面 而是把這個重心放在說 我還是戰鬥籃 我非常厲害 我甚至比費洪湯還厲害 因為大家都知道啊 許曉鑫跟費洪湯那一戰 有夠經典的啦 他在那選區 他現在要整合這些藍營的朋友 就已經非常困難 所以他唯有透過這樣子 不分是非 泄滅不惜犯法的手段 來營造說他是最厲害的 他有辦法比費洪湯還厲害 我想請問一下 費洪湯委員在立法院 當政過那麼多屆 他有哪一次他敢洩漏 國家機密的文件 他不敢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最起碼心中有中華民國 讓我分存 對 輕重的要分啦 我想請問許曉鑫 你這個文件哪裡來的 不只是洪湯委員講 越想越可怕 你要知道 所有的立委 能夠接觸到這些文件的 有多少 這文件只是大海之中其中的一頁而已 如果你都還沒有當立委 你拿到這個文件 可以犧牲國家的利益 成為你獲取你自己個人政治 選舉利益的一環 來營造你自己的民調綱 來營造希望你的選民認同你 這是絕對不可以的 這是對國家是非常危險的 我們再反過頭來講 其實每一次的談判 無論是國民黨執政也是這樣啊 國民黨執政難道每一個談判 每一個商業的談判 跟中國也好 跟美國也好 跟其他國家也好 一次就可以到位嗎 那好可憐 台美21世紀的這個倡議 好不容易有突破 如果說你是 你說蕭美琴是這個寵物貓 我要問你啊 哪一隻寵物貓那麼厲害 可以成就 我們已經簽了21世紀倡議 哪一隻貓那麼厲害 就讚貓 牠就非常厲害 牠就可以在華府 成為紐約時報評比 最具影響力的外交官之一 許曉信你說紐約時報錯嗎 不然你去攻擊紐約時報嘛 對不對 這些的評比 或是這些外交簽的人的讚賞 都是其來有志 21世紀倡議 這個對於這個我們要講的這個ipef 可以說是先驅 因為為什麼 任何一個國家在跟多國談判 他沒有跟你互動過 又加上我們有貿易逆差 他當然會比較謹慎 那在謹慎狀況下 他如果真的不重視你台灣 他連談都不用談了 不是嗎 他就是重視你台灣 他認為說這樣可以先行 但是如果一下子 把這個台灣的這個 這個相關的條件 放到多國的談判裡面 他們會覺得要謹慎一點 所以好不容易 我們開始這個 這個台美21世紀的談判 這樣的標準 鼓民心說 這樣的標準是高於ipef的標準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這個21世紀的貿易協定上面 我們接下來要進入第二個階段 如果順利的話 這個高標我們都可以成就了 美國跟其他國家 我們就說服他說 你看看我們的標準都比這個 你們的架構還要高了 是不是能夠讓我們繼續來談 我覺得這個互相每一個國家才會有信任 這是外交談判上非常非常注意的事情 而且在任何一個商務談判或是外交談判上面 甚至我想問一下政黨談判 你有可能把第一個階段談判的文件露出來嗎 而且這還不是重要的文件 這只是一個幕僚去要他建議說要怎麼寫 如果幕僚所有的意見都可以成為這樣一個外交官的意見 那要這個外交官幹嘛呢 是不是 這是幕僚跟你的建議 但幕僚也會不會有他的政治的思考 會不會有他政黨傾向 會啊 我提醒大家 其實我在擔任立法院院長 蘇嘉全院長的這個辦公室組的任內 大家記得就有一個電報 寫說蘇嘉全去印尼訪問發生了什麼事情 雖然那個案件後來也進行了很多年的殘送 但是其實後來追根究底 我認為外交部還是要檢討一下 就是說我們的外交部的官員 你任意的把這樣的文件可以洩露出來 我不相信不是內部的人沒有辦法 有辦法拿出這個文件 那不是說哪一個環節出差錯 那如果說每一個談餐或是每一個電報資料 你隨隨便便就寫一個你自己的個人意見上去 用意測的 用你自己的想法的 那還好不就還好蕭美琴沒有用 不就還好蕭美琴在這個談判過程當中 他很謹慎的很穩定的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知道美國對於台灣的期待 台灣對於美國的期待是什麼 另外一個徐曉欣說萊豬 台灣哪有萊豬 不是都檢測過了 根本就沒有 根本美國的豬肉到台灣 沒有一批有檢查豬有萊劑的 不是嗎 哪有萊豬 所以你看看喔 徐曉欣就是要堆疊 這樣子是是而非的道理 那裡 對他故意的 台灣根本沒有萊豬 而且進口美豬跟簽訂這樣的協議 或是加入這樣的談判 這是兩件事情 我們只是希望說 在跟美豬的這樣進口的狀況之下 可以釋放一個善意 那我們這幾年 美國對我們釋放善意還不夠嗎 我們的美國的疫苗 是不是捐給我們台灣 那時候是真的最急迫的時候 難道這不是小美琴在第一線跟所有外交同仁的功勞 所以徐曉欣這個動作不只是為了救他自己的選情 另外一個他也會打擊我們在第一線 努力的這些外交官員 他們非常努力 而且呢在每一個環節 每一個機密的要件 他們都不敢講的狀況之下 就生怕美方或是其他國家 對我們會有疑慮不信任感 而你打破這個信任感 要我們怎麼信任你 你可以當立委嗎 現在是要不要選到立委 就拿到這樣子相關的機密文件 就直接把它公布出來 直接貼在FB上面了 接下來這個案件 大家真的也是越想越恐怖啦 就是我們先前討論很久的好遊案 翻車再翻車耶 到底這當中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本來這個好遊的版主 行騙工什麼 在維也納機場弄丟電腦手機 後來檢方層層突破新房之後 他才坦承 他的電腦其實是藏在台灣 等一下回來 一直來看 height 1架 4架 是 獄